我们来谈论一下太阳队这位艾顿 你觉得艾顿有哪点非常吸引你 不是他的这个整个实际上他的这个 未来吧应该是 那么现在我看NBA有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在选人的时候第一选未来 第二这个模板都是按赢杜兰特找吧 所以那么这一个类型的球员 他会选秀会亏偏钱 也就是说能运球的大个儿 会投篮的大个儿 能抢篮板能封盖的大个儿 那么这个要求球员更全面一点 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作为NBA的选球 你包括欧洲来讲也是一个趋势 我刚刚跟勇士的GM有聊的时候 他跟我说今年的新秀 他最看好的是东契奇 那不知道教练您有没有看东契奇的一些表现 你觉得他个人能力怎么样 东契奇这个他肯定个人能力很强 而且他在欧洲获得了一大堆的荣誉 最主要的是他太年轻了 就是他才19岁 就是将来是很好的 那么我觉得作为他来说 在NBA这个赛场上可能还是需要 需要有个时间去证明自己 这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很多欧洲的球星来到美国之后 并不是特别的适应 因为这边打球的方式和你的对手 他能力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那么需要球员在综合能力上非常强才可能能够去 真的是达到你的天赋 那你跟我讲说你昨天看了一场骑士队小空位赛克斯顿的比赛 你觉得他打法挺好的 你能跟我们细致的讲一下吗 是这样 现在实际上他这种类型的球员是我们中国队最缺的 是吧 我觉得转换当中有速度 而且他突破进去之后 他结束段非常好 而且在有对抗的情况下 能够还比较稳的去结束进行 那么我们的后卫在这打过去的这两场比赛里面 表现的也非常好 那么超出我的想象 但是就是说在最后球处理上 那么因为身体上的差距 实际上还是 你还是有点 就是说还没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过程 一个是让他们适应这种 现在这种趋势打法 另外一个能让他们更尽快的能够去提高个人的能力 这样的话会好一些